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1年的2月11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太可笑了 看中共军方的教材,怎么打脸中共自己和世界卫生组织 在2021年的2月9日,WHO新型冠状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调查病毒起源的负责人表示,新冠病毒不太可能起源于中国武汉的实验室 对于这个报告,世卫组织顾问每次说,首先这个调查本身就很短 先是两个星期的隔离,然后是两个星期的会议 实际调查工作都是由中共当局进行的 因此世卫的调查人员基本上是从中国官员那里拿到的报告 最大的漏洞就是,他们概述了新冠病毒的四种可能起源方式 第一种是由蝙蝠直接传染给人类 第二种是由蝙蝠通过某个中间宿主传染给人类 第三种是通过运输或是来自其他某地运送来的某种冷冻食品 第四种则是实验室意外泄漏 WHO说,我们应该研究前三种可能性 但不考虑实验室意外泄漏的可能性 这个呢,是不对的 然后在2月9日,严利梦博士就在路德时评里 调侃了这位去中国调查病毒起源的Dazek 说这位去武汉调查的Dazek在中国禁营了15年 中文可能没学会,但中国女孩的名字可能没少进 白酒的名字也认识不少 卡拉OK不知道能不能唱,但卡拉OK里果盘肯定没少吃 严博士介绍了进P3P4实验室的严格程序 三个小时都不够穿衣服脱衣服的时间 然而中共就明目张胆地说 这些科学家进去实验室了 进去实验室喝个茶的工夫都没有 就算考察完毕了 如果想查清病毒真相 光查一个实验室是不够的 因为做病毒像一个生产线一样 是多个实验室参与的 如果不去检查军事医学科学院和那些生化武器 专家的实验室根本查不清楚 Fox的Maria说 为什么中共犯下了这么多残暴罪行 却总能逃脱惩罚 世卫组织企图让世界相信 病毒不是来源于武汉实验室 但是我们有证据 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 他们服从于中共当局的指令 去年4月 去年4月底 严厉梦博士到达美国后 那时我认为病毒真相 肯定会很快大白于天下了 结果现在这个病毒起源 还在纠缠不清 在2月9日路德说 拜登政府可能会承认 美国的实验室做了病毒 但是会归咎于川普政府 所以我能回答Maria 为什么中共能逃脱惩罚 因为有全世界贪婪无耻的政客 科学家和媒体 在一起帮着中共掩盖真相 在昨天 严厉梦博士接受了班农的采访 班农问 当你看到今天的报告 基于我们相关的谈话 关于那些调查人员 没有进入病毒实验室 你对此有何看法 你相信WHO的报告是真的吗 严博士幽默地回答 如果你想让我相信 世卫组织的这份报告 那我宁可相信一只会说话的蝙蝠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中国政府不去培训一只蝙蝠 让他们在中央电视台认罪 我打赌 他们一定可以做得到 我自去年就已告诉过你 中共所有的计划 以及2019年12月份之后 世卫组织知道真相后 所发生的事情 而且我也告诉过人们 在科学界所发生的事情 现在人们亲眼目睹了 他们所不相信的事情 他们还会目睹更多的这样的事情 中共和WHO会全世界追寻病毒来源 对于14亿中国老百姓来说 中国政府告诉他们 这个病毒是美国军方制造的 释放到中国武汉的生化武器 从而引发了瘟疫大流行 下一步他们将会让世界把矛头对准美国 但是我已在我的报告中说明 唯有中共军方和武汉病毒研究所 才拥有舟山蝙蝠病毒 即真正的冠状病毒的骨架病毒 今天严厉梦博士又发了一推 说至所有不了解CCP病毒 当代生物武器概念的人 这是2015年解放军出版的教科书 我之后会逐步解析书中细节 帮助公众了解CCP的长期计划 如何利用实验室改造的新型病毒 发动生物战 你们会看到COVID-19大流行的本质 严厉梦博士说的这本书名叫 《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质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 作者徐德忠、李峰在京东上有卖 价钱240人民币 徐德忠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 在第四军医大学流行病学专业读的研究生 为全国著名流行病学专家 全军学术带头人 曾任卫生部非典疫情分析专家组组长 这本书告诉了读者传染病流行过程 和基因武器型新发传染病出现的原因 然后介绍了什么是生物武器 生物分子进化和系统发育 当代基因武器及其施放 现在自然界和人群中已无SARS冠状病毒及其原因 SARS病毒非自然起源的流行特征和临床特性之证据 SARS的逆向进化及其非自然起源 记住这本书明确地说出了SARS病毒是非自然起源 这本书描述了超限生物武器的特征 比如高感染率但低死亡率 崩溃医疗甚至社会体系作为谈判筹码 长期与病毒共存 大量无症状感染者但随时可以被激活 病毒武器非常隐蔽 难以取证 即使提供学术证据 甚至病毒和动物等实证 亦可百般抵赖阻止压制使国际组织和正义人士无可奈何 书中说非自然起源 未经自然适应性进化过程的病毒 在流行中必然不能适应人类这种新宿主而出现逆向进化 最后离开人群 以流行病学 传染病学 分子病毒学 分子生物学和分子进化等大量证据判定 SARS为非自然起源 因为SARS出现了明显的逆进化 这是因为它是被强行改造为可传染人后 总体上并不适应人体 进而出现逆进化 因此2003年的SARS是一个不完美的生物武器 此后中共在全国各地到处寻找新病毒 直到2015年到2017年 他们发现舟山蝙蝠病毒 并以此框架进行人工增强性改造 不但弥补了逆向进化 传染性还成倍增加 这本书明确的说出了2003年的SARS 也是人工改造的病毒 是生物武器 但是是不完美的生物武器 因为SARS不适应人类 最后绝技了 之后找到了舟山蝙蝠病毒 研制成了高传染率的COVID-19 这本书感觉就像狄东升吹嘘中共 怎么搞定美国一样 把所有的招数都说了出来 这可是中共军校的教材 中共军校自己的教材都说了 2003年的SARS是不完美的生物武器 和他们一直在寻找和研制 可以适应人类的新型生物武器 看这次中共还怎么抵赖 令闫丽梦已经放出话来 欢迎全世界所有的病毒专家 传染病专家 生化武器专家 跟他打擂台 只要直播不删减就可以 严博士真是我们的英雄 一人单挑 全世界所有被中共 蓝金黄的组织 政府和专家 他真的是来拯救人类的天使 我相信制造传播病毒的主谋 肯定是中共 但合谋制造传播病毒的 肯定有不少人 至少有福奇博士 他可是博了几百万美元的资金 资助中共的实验室搞研发 当然还有比尔盖茨 有位女士找到了2011年的报纸 在2011年 比尔盖茨说 通过强制接种疫苗 减少人口零碳解决方案 看他们预谋了多久 拜登政府规定 病毒检测阴性才能飞往美国 但他却允许那些非法穿越国经线的人 不经检测而进入美国 这不是搞笑的吗 最后再说一说其他方面的新闻 一 白宫新闻秘书 珍·帕斯卡在昨天宣布 拜登反对任何罢免 加州州长纽森的努力 现在网上要求罢免佩洛西侄子 加州州长纽森的签运 已超过140万 拜登有权管加州人民的决定吗 二 与中共间谍方方上床的 Swavel所在的弹劾川普的民主党 弹劾经理们竟然是用纽约克和ABQRAW的视频片段 汇编剪辑作为针对川普审判视频的证据 在视频中 他们把那些闯入国会大厦的暴徒 贴上了川普支持者的标签 民主党就是一黑社会 在整个弹劾川普过程中 连玩弄幼童的Ropers都不好意思 做弹劾川普的主持人 然后民主党就既当证人 又当受坏人 还当起诉人 还是法官来把弹劾川普的闹剧 不过很奇怪 自10月3日大选以来 我们看到的是坏人魔鬼 空前的团结 而好人是一堆散沙 三 达拉斯小牛队老板 库班决定在达拉斯小牛队比赛中 取消播放美国国歌 要全面与中共合作 NBA已彻底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四 内华达州将立法允许科技巨头企业 在内华达州设立政府 行使俊一级的行政权 科技巨头的势力继续扩大 五 川普创立的媒体 有望在今年年中开始运营 期待川普的媒体 弗林将军称 我们为网络战士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时代 真相就是你的武器 比步枪更强大 他们没开一枪就夺走了总统之位 这是网络信息之战 如果你的声音不重要 他们为什么要把你从推特 Facebook删除 这是因为它是很大程度上 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 继续奋斗 正义就在路上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